那么游戏的测试的话就跑两个3A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是2077 像是一些简单的 就是不是太支配着游戏的肯定是能跑的嘛 但是它这个屏幕是16比10 所以说视野会稍微小一些 你像是玩一些特别就是检测视力的游戏 战争雷霆 你这个肯定是战烈似的 不过它是偏向生产力这方面吧 如果是用Adobe的软件会比较舒服一些 那么就跑一个基准的测试吧 我是开的这个光追中等 就其他是按照预设来设的 它是可以基本稳定在30帧以上吧 就像我们从那个孤岛危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24帧就能玩了 30帧已经算相当流畅 所以说这个165克兹的分辨率屏幕 至少对于我来说的话 可能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那再多说几句像是 有些人会去追求一个笔记本特别好的性能啊 或者说什么3080 3080Ti的显卡 其实你就在1560瓦这个范围内 它又能有什么样的发挥市 它至多就是一个台式机3070的水平 所以说有的时候感觉笔记本本来 它就是一个妥协的厂物嘛 就不要大家去太极端 那种什么两三万的机器 有钱就去买 但是总来说你要是3万块钱 真的要性能的话 弄一个台式机 你甚至还可以云竹5000块钱买一个特别好的桌子 拭目起来来盛放你这个昂贵的主机 看一下这个实际最终的结果吧 那么这是一个地平线5的 它自己的测试程序 我调的是手动拉的最高画质 然后分辨率开满了2K 看起来还是可以 显存 显存低 能跑到40多帧 我觉得对于正常玩来说已经足够了 或者如果要更高帧数的话 你可以考虑去稍微降低一点画质 因为我已经是画质拉的头手动拉的 还不是预设的最高是手动拉最高 然后我来看一下开盖的情况吧 因为我要给它上这个第二块硬盘 螺丝我都已经拆掉 我先说一下螺丝可能有些看起来是比较像 其实它长短可能不太一样 跟大家说一下 123这三颗是最短 1234这四颗中间长度 最顶上也就是靠平轴位这两颗 12这两颗是最长的 中间还有仨 123这三颗是在胶垫底下 拿个改锥吧 改锥给它撬开 就这儿撬开之后就可以卸开 最后一颗最后洞 它这个脚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防脱落的设计 你把它拧开之后 它这个脚就可以撬起来 撬起来之后的话 再用卡片这个边滑一下 这个边再滑一下 这两边不太用洞 这两边因为一个是屏幕 一个是插口比较多 它就比较难弄 就不用洞了 就从这个脚 这个脚 先挤它的盖头来 就掀开了 掀开之后 马上槽点就又来了 这个是一号硬盘 主硬盘 这个是二号硬盘 那它是一个上下翻转的镜像 不过应该也能理解吧 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一号硬盘 这个位置是二号硬盘 那一号有散热 二号没散热 这就很尴尬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整体的构造吧 可能跟2021就没有太多区别吧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它这个散热规模反正就正常吧 然后说是有这个液态金属 反正我用的话实际体会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它这个内存 内存是 我第一次见这个DDR5内存的真容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它是一个三星的 三星的单条8GB 这个内存其实是它性能的一个瓶颈 因为它板载的8GB 它这个插槽插8GB 如果是你DDR5内存想要组一个 所谓四通道 其实它就等同于这个DDR4的两通道 想组一个两通道的话 那你就 你就不能再去拓展它了 如果你任何拓展它都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就这16GB 对于这个性能的机器而言的话 在某些特性情况下实际上是可以跑满的 包括就是有些游戏都可以跑满 所以说这算是一个性能的瓶颈吧 这个位置是它的英特尔的一个无线网卡 就不掀开了 据说还是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一个信号 然后这个就是它那个美光的3400嘛 主硬盘 原厂都觉得羞于见仁 直接给它切了一个这个一个倒了贴 二号硬盘位置是今年算是一个升级 它是一个PCIe 4.0的 这个是它的电池90瓦时一个电池 1234这四个我认为应该是它的喇叭 它这个阳气喇叭 反正就看一下它这么小的一个喇叭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真的希望它有什么特别好的音质 或者什么表现 不要抱什么幻想 这个还是它的槽点 还想再吐槽一遍 这是它的那个Micro SE卡槽的位置 就如果我们打开看的话 就是这个这个宝啊 它这个位置其实是有很大空间的 包括这个USB可以往下挪一点 这个这个网卡能不能往里近一点啊 反正如果做的更紧透一些的话 一个正常的标准的SE卡槽 我认为是可以做在这个位置 但是厂家可能就是他不想改模具 他省钱省研发 反正他就是不给弄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全能板 它还是全能板 它没有这个SE卡槽 算是一个没有诚意的一个槽点吧 就是如果您是隐隐的工作者 您看到现在这个视频 还没有觉得这机器有什么特别抓你的点 或者说特别好的优点的话 那我觉得就光这条 没有SE卡槽 那直接就劝退了 对吧 力省一万块钱 二号硬盘插槽的位置的话 看它底下是有元气件的 所以说可能双面的颗粒的那种硬盘 是上不去的 就建议还是用单面的 这就是一个上完的状态了 还是想啰嗦一句 不要去买那种加配 就是加装的电脑 因为包括你能换的 换加装内存 或者换内存条 然后加装硬盘 这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操作 就是你自己开个做完全是可以的 不要说去把一个全新的机器 变成一个准心机 我上映盘是一块三星的这个PM9A1 2T的版本 固件也比较新 它是7402 刚才我就是把原厂美光340这里边的一些这个Steam的游戏 导回到这个三星的PM9A1里边 马上或者说果然温度就出了问题 美光340它是能维持在40多度 比较稳定的状态 那三星它也很稳定 因为它很快就去到60多度了 而且它在60多度的那个状态就下不来了 为什么因为它裸奔 它温度上得快 然后上去之后它这个没有散热它也下不来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用这个4.0的快盘 又需要这个高速的持续的高速的读写能力的话 那我想散热应该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难点吧 这可能也不很难说去去彻底的去解决它 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话 3402可能它发热量本身就低一些 或者说原厂这个散热胶件确实发挥一些作用 因为它把这个热量可以传导到它的这个背壳上嘛 那么这个三星它现在是裸奔状态 可能或许未来如果我确实觉得这个是个困扰的话 可能也会去做散热方面的改进 那不光是对这台幻石6了 那其他任何这个笔本用户 我想在选购或者说加装这个固态硬盘的时候 都要考虑散热问题 但不要说光去考虑它这个基础性能 或者它绝对的性能有多强 那是在这个台式机是在很好的散热情况下做出来的 那么笔记本的话 散热条件是非常非常的恶劣 你去想去追求那么好性能 可能是有点本末倒置 首先要追求应该是温度的一个稳定 这样它的性能才能发挥出来 对吧 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读写的一个测试吧 这两块盘 因为它这容量也不一样啊 其实这个3400它是512的 这个是三星是2T的 它这个本身也不公平 我就稍微做一个测试吧 想看那种特别严谨的专业的 可以去移步这专业的up主啊 想看什么全盘读写啊 我就不做 你就找up主的视频看吧 开始吧 我们先选的是3400 跑一下 它读是到6.5GB 三星的这个PM9A 在座椅 独是快些能到7GB 注意看现在三星这块盘温度已经上到80了 刚才这个3400好像最高就到60多度吧 而且它很快就能降回来 那么从结果上来看呢 这个两块盘应该说各有前丘吧 差别不是很大 这3400可能综合上稍微落后于这个PM9A 不过幅度也不大 这样实际使用当中的话 很可能是没有体感上的差异的 我为什么会去买这个PM9A呢 本来因为它主盘就是3400嘛 你从盘的话又何必呢 我本来也想买3400 只是说因为在我看的这个时间段里边没有看到合适能够买到全新 3400这么一个渠道 PM9A的话在这个2000块钱价位段以内吧 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综合性能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我就买了 实际就从我这个对比来看确实没有太大差异 那么我觉得能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只要是一个全新的盘 一个能保证数据安全盘 它4.0盘它就是可以合格可以使用的 我再说一下这个携带的问题啊 它还是尺寸比像这是13.3寸的一个轻薄本 还是要大不少的 尤其是如果看到侧面的话 这个什么叫轻薄什么叫尾轻薄对吧 电源适配器 它原厂是一个240瓦20安输出的这么一个适配器 它是700多克重吧 所以我就又配了一个这个是上巡的一个淡化钾充电器 它是300多克吧 就正好是它的一半 但是你无论怎么去减重 反正这功率在这儿呢 你跟这种真正轻薄本去比的话 这是一个口红的适配器 还是就是一个字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性能和重量是很难去兼得的 最后做一个总结吧 这个机器最大的优点就是屏幕好 其次的话它在重量尺寸包括性能方面 有一个还算合理的这个平衡 缺点的话最最大的就是没有SD卡槽 其次的话贵 它定价比较贵 尤其是加价之后 性价比着实是比较低 现阶段类似的机器可能可以考虑上一代CPU的那个ThinkBook 16P 或者说后续可能还会有很多这个采用新一代英特尔 包括AMD CPU的这个笔记本推出 到时候可以再观望吧 我本身不是专业做这个视频的up主 所以说只是把自己的一些做的功课和感受吧 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考虑在这个评论区去留言 我看到会回复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 再见